是政治情报为主的传统做法 而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 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提出的 全力谋取并保护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政策 为此中央情报局不择手段的获取各国的经济和商业机密 在今年上半年美日汽车贸易谈判期间 中情局在日本千方百计的搜集日本政界经济界的反应和动向 并试图窃听日本通常省等政府部门的内部电话 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坎特提供各种情报 使美国最终达到目的 迫使日方做出重大让步 巴黎是中情局在西欧搜集经济情报的主要据点 中情局在这里采用了重金收买和女色勾引等多种手段 刺探法国的经济情报 由于活动过于放纵 也已经引起了法方的警惕和反击 人生期时古来西